晚上我是晚间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林依如 新闻一开始来看高速公路上的惊险直击 国道1号北上207公里处 在昨天晚上有一辆货柜车的车盘大梁故障断裂 导致防卷装置跟地面摩擦产生火花 惊险的过程被后方民众目击 真的是替驾驶捏把冷汗 货柜车高速行驶 车底右下方和地面摩擦刮出长长一条火花 你也搬来不动呀 莫及惊险过程后方民众看得心惊胆跳 驾驶也发现不对劲 一路打双簧灯警示 接着往右切停在路间等待救援 这台车抬起来 它没注意到 国道的路面及相关设施高工局 他们有派遣相关的缓撞车事故处理小组 那若有相关的损害向当事人进行估赔 十八现场在国道一号北上207公里处 警方表示如果遇到车辆故障 不要勉强硬开 否则造成危险属于违规会被开罚 也提醒大车驾驶上路前 务必做好车辆机械的安全检查 以免出状况发生危险 就带入冒中华报道